据路透社的报道 当地时间的16号 美国波音公司宣布计划于2020年的1月起 暂停生产737 MAX系列客机 该型号客机在经历两场重大空难后 遭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停飞或禁飞 美国联邦航空局日前表示 对737 MAX的审查将持续至2020年 报道称 波音公司当天发布声明说 做出上述决定有多个原因 其中包括美国联邦航空局 对波音的付飞验证推迟到2020年 波音称其位于华盛顿州伦敦市的工厂将停工 该工厂有约12000名员工 波音表示目前不会因为停工而裁员 737 MAX相关员工将暂时被分配到 皮吉特湾地区的其他团队 波音称停工可能会对其部分零部件供应商造成影响 波音表示目前有约400架客机积押 在对所有情况进行持续评估后将优先交付这些库存飞机 美国联邦航空局局长迪克森本月11号说 波音737 MAX客机无法在今年被批准复飞 目前也没有明确时间表 迪克森说 美国联邦航空局仍要完成10到11个步骤 才能批准波音737 MAX客机复飞 这样算的话 这一过程将延续至2020年 迪克森还表示联邦航空局团队正在评估波音737 MAX客机的软件系统 以及其研发认证 今年3月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客机属于737 MAX系列失事 这是继去年10月 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同型号客机失事之后 737 MAX系列客机发生的第二起攻难 两起事故共造成346名机组人员和乘客遇难 同型号飞机半年内接连失事 美国联邦航空局今年3月要求美国各航空公司运营的所有 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暂时停飞 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停飞或禁飞737 MAX系列客机 感谢观看